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要登场了 中辉说 中东 欧洲战火仍然持续 现在要增加中国的吸引力 展示跟世界经济的新互动 当世界努力摆脱新冠疫情 还有俄乌战争带来的冲击 现在觉得这个经济恢复的曙光 就在眼前的时候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 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 而这样的冲突 使得国际环境再开始感到不安 因为原本已经有美国国债利率波动 这样的波动使得 这一段时间以来的全球金融市场震荡 很多国家的股市汇市都在下跌 那么现在又叠加了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 全球金融市场越来越不安 首先看的是以巴冲突 给全球经济蒙上的阴影 各国财长跟官员们警告 我们看到目前的全球经济形势 如果国籍面扩大的话 可能就会产生重大的经济影响 在上个星期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跟世界银行联会当中 看到各国财长有这样的一个谈话 比如说法国财长内蒙尔就说 如果这场冲突升级或扩大到整个地区 就会面临重大的后果 风险包括了能源价格上涨 引发的通胀 还有信心下滑 我跟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戴蒙形容 当前是世界几十年来面临的最危险的时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有价上涨如果达到10% 就会推高全球通胀率大约0.4个百分点 另一道阴影就是持续存在的 美国国债利率波动 已经造成世界金融市场的动摇 美联储到底会不会进一步加息 这样的看法很多方面还存在着分析 而从9月下半月开始 左右金融市场就是美国国债利率的走势 美国国债市场的剧烈波动影响 使得各国的外汇和各国股市一直在波动 美国常债利率从9月下旬的4.3% 升到了10月上旬的4.88% 利率的大幅度上升会产生进一步的紧缩效果 这个星期的焦点是19日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演讲 从21号开始 美联储会进入下一次的议席会议之前的静默期 所以美国银行就表示 鲍威尔在19号的演讲 对推测美联储的下一步行动是最重要的 而美联储的行动要看的就是 美国的CPI通胀如何 美国的通胀又要看到 尾巴冲突会造成原油价格大幅度上升 而中东地区存在的地缘政治风险 如果使得通货膨胀引诱浮出水面 又有可能增长美联储紧缩政策的长期化的预期 巴克兰银行的凯勒就说 在看不清方向的情况下 市场正处在紧张的状态 华尔街日报就说 中东冲突导致油价上涨 布伦特原油在最近几段一定涨到4% 到每桶89美元以上 马上来看一下在星期一 亚太时段的IC1布油 在91.2纽约MAX原油到87的水平 世界很乱 从俄乌战争还在持续 另外就是尾巴冲突可能会扩大 而美国国内也很乱 比如说他们的枪击案层出不穷 很难有一个安静的环境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 在中国 在中国的安全环境之下 经贸的拓展还有广交会 像这样一个大型会长的举办 正是吸引各个国家 到中国来拓展商机的好时候 第130系列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也就是广交会在星期天开幕了 从15号开始到11月4号 会在广州分三期举办 人流比上届明显增加 有参展商说 近期以巴战争影响了生意 有原定前来的以色列客户 没能成行 也有参展商说 已经撤回派到以色列的维护服务的人员 而香港大欧报就说 其实从另一方面来看的话 广交会是火热的 因为有中东客大手采购 他们遇到了巴勒斯坦的一个工程商 谈到了 目前他们还是到中国来买购物 因为就买这些商品回去 最能够符合巴勒斯坦民众的需要 中国的产品物美价廉 面对目前的以巴战争状态 虽然感到担心 但他非常感谢中国人 对他们的建设 很多的大型工程 帮助了当地的发展 说很喜欢中国人 又来看一下财新网的报道 广交会第一天 境外采购商数量超过了5万人 参展商说客流恢复到疫情之前 广交会新闻发言人徐斌就表示 到这个月12号 有来自215个国家和地区的 10万多名采购商注册 预计到会人数会比上一届明显增加 当中欧美采购商预计的 这个注册人数比上届增长8.6% 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1.2%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的国家增长13.8% 有这个参展商说跟疫情前相比的话 现在境外采购商花钱比以往更加谨慎了 可以看到对目前全球经济环境的一种谨慎 而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 王寿文在广州的这个会议当中就有听就召开了一个会议 听取外资企业的这个云议情况问题的诉求 还有意见的建议 参与会座谈会的包括了埃克森美孚 联邦快递松下沃尔玛 以加中国中国代卖商会等等的企业和在中国的一些外商代表 王寿文说 外资企业是中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具有市场空间广阔 供应量完备 人才科技聚集等等多重综合优势 将为外资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同时 扩大外贸事业 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大公报》的社评说 广教会见证了中国经济的澎湃活力 谈到了这些的广教会 克思云来有不少的特点 包括了六成来自一带一路的国家 唐众的变化凸显出中国高质量发展动力强劲 提振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商务部部长王寿文 在广教会当中听取外商的意见 跟他们说 中国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环境性 他们继续到中国来投资 至于在上海 市长龚正也这么对外商说 在第35届 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15号闭幕 市长龚正在会上就表示 上海将会在政府采购等方面 做到内外资一致 并且加大力度保护外资企业和知识产权 公众表示 尽管上海当前发展面临不少困难挑战 但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 有信心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 风险隐患持续化解 在深化市场化改革方面 将着力降低企业的准入门槛和经营成本 着力优化企业服务 最大程度为企业办实事简难题 全面落实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企业产业目录和负面清单 确保在要素获得 资质许可 政府采购标准制定中 做到内外资一致 围绕财税金融人员往来 进出口等方面 加大外资外企发展的要素支持 公正还表示要在强化法治保障 营造公正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上下功夫 推进公正平等的监管 着力创新监管的方式 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和经营活动 尤其是要深入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 加大力度保护外资企业的产权和知识产权的合法权益 公正还指出要用好浦东新区法规立法权 围绕资产管理 融资租赁 数据要素市场培育 标准化创新发展等领域 先行探索实施更多有利有效的制度举措 目前上海正在加紧修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预计2024年初实施 凤凰卫视黄大量和超上海报道 目前全球中东欧洲战火平仁 但是在中国方面 现在有广教会的召开 还有一带一路高峰龙坛要召开 中国在这时候如何增加更多的吸引力 对外资企业来说 我来分析一下 我就在星期五的时候 在东莞一个酒店里面 那是晚上吃完晚饭去 在我们前面拉了一辆大巴 下了一车的外国人 他就正好赶在我们前面办入住的手续 我想这是什么 为什么会那么多外国人来呢 像不像跨国公司来这开联会 没到开联会的时候 从今天回想起来 应该是来参加广教会的 只不过他住到东莞去了 他没有住在广州这一边 东莞过去也非常快 很方便 对大概那个地方到了 可能会展的地方 可能也就是一个小时 他就到了 我们再看看这个世界 从欧洲的俄乌战争 现在到中东这边的战火重演 它其实就出现了一个 叫话语权的争夺 我们用比较斯文的话来说 叫做叙事方式 怎么去把它变成主流的叙事方式 咱们说的就是讲好中国故事 其实在西方那边呢 他就把这个乱局要一步一步地 通过他的叙事方式 导到台海和平来 你看他就说 你看中东又乱了 下一步是这个朝鲜半岛乱 还是台海乱 所以呢 你们不要去中国投资 那其实对咱们来说 现在国泰民安 这就凸显了 你这个美国人不是很愿意来 没关系 那全世界其他人都可以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叙事方式上面 在这个话语权上 一定要争夺 就是呢 中国是一个非常安全 非常和平的国家 我们和周围都没有什么 这个实际性的这个纠纷 有的是一些很小的地方 虽然有人不停地在这个交游拱火 但是我们不怕 然后第二个 中国有非常齐全的工业部门 有最有韧性的供应链 这个呢 正好是在过去这三年疫情 反反复复给证明了的 包括向西方的出现高通障 它就证明了我们是有供应 非常有任性的 所以就要借这个广交会也好 借这个一带一路的平台 向全世界来广为宣传 形成 就像美国不跟我们合作 我们还是很努力跟他合作 同时我们要跟美国以外的 所有国家合作 更加不用说 像来广交会的更多的 一带一路的 还有这个ISIP的这些客厂们 也好可能把这个故事讲好 谢谢杨辉 看中国 不只是看中国的经济表现 比如说我们如果说 你一这方面要看中国的经济增长 不如以前 看中国的楼市在下降 看中国的债务风险存在 那就会觉得中国好像不太好 但另一方面 如果看中国的经济的韧性 还有中国政治的稳定 可以看到中国 对于很多的这个企业发展来说 还是很有增长的一个前景的 那么对中国来说 现在很重要就是提振信心 在上个星期五 国务院总理李强就召开了 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座谈会 这个座谈会有两个特别的地方 一个是没有依照惯例时间召开 第二个是首度有银行和券商代表入座 那么这是召开用意和可能影响是什么 经理人说 这个引起了财经界的关注 经济日报经理人文章认为 这是长假期之后召开 可能是要看看一下 这个这个礼拜会公布的最新的经济数据 在之前应该已经有最快的这个初爆出来了 那么可能就是要发现当中的问题 第二个是第四季度是充斥收官的时候 所以要出手 现在要赶快出口 出手 最高法院在星期一有一个新闻发布会说 会加强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人格权司法保护 及时制止侵害民企和民营企业家 民喻权等人格权的违法行为 另外让行长潘工胜上个星期出席国际会和市航的相关会议的时候 就谈到了中国楼市回暖地方债风险是可控的 他也谈到了中国的地方债债务结构性的整体处在可控的范围 出中国会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推动外贸稳规模稳结构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在货币政策方面会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有利有效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 巩固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 在星期一 人行尽投放MLOF的规模 创下了33个月来的新高 这是10月16号开展了 1060亿元7天7逆回购操作 和7890亿元一年期的MLOF操作 中标利率1.8% 2.5%都持平上次 从wind的数据看起来 10月份有5000亿元的MLOF到期 意味着央行加量2890亿的续操作MLOF 月度的镜头分量是33个月来的最高 从分析看起来的话 大规模超额续作 主要是为了缓解当前特殊 在融资债券超预期发行 引起的市场流动性紧张 市场认为可能目前看起来没有降息 但是有可能在四季度会降准 我们从这样的表现马上来看一下 在美国它的国债利率波动 还是市场最关注的 所以美汇和人民币汇率表现是如何 马上来看一下 美云汇价在星期一这一天是在106.63的高位 日元曾经低见149.6 而人民币的链价是在7.31 赞价是在这个水平 人民币的一揽子货币指数CFETS 这个星期上升到了99.59 过去20天来上涨的幅度有1.48% 继续是金石财经 以巴冲突一个多星期来 到目前为止总共造成4200人死亡 目前全球最缺的就是和平 而对中国来说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有10周年 10年来对很多国家来说 我们做的就是共商共建和共享 星期二会举行的是 一带一路10周年的高峰论坛 这是第三届了 新华社的文章说 这样的一个论坛和一带一路 是要把造福世界的幸福之路 铺得更宽更远 新华社15号发表题为 开拓造福各国汇集世界的幸福路 习近平总书记谋划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计时的文章 那么在17到18号这一天 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到北京来 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他在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说 习主席是世界公认的领导者 跟那些临时工的领导人有很大的区别 他也谈到了一带一路的合作 说在这个合作框架之下 最重要的优势是没有人把任何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信报的评论文章 俄罗斯靠拢中国 一带一路将更加宽广 说中美决力再加上乌克兰战争 促使北京跟莫斯科强化彼此的联系 只是还没有正式提升到军事同盟而已 如果说从经济角度来看的话 由于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俄罗斯依赖中国的意味会更浓 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 进而俄罗斯积极向中国靠拢 可以预见一带一路将有更宽广的发展空间 明报的社评说 一带一路开始收成 后进还看双向融合 本章说十年以来 一带一路从中国输出基建 演变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经贸 金融和科技的发展 一带一路的倡议过去十年 是由中国主动输出 机会要做到相关的国家 沿线的国家投入共建 需要真正做到遵循经济学的逻辑 而不是地缘政治逻辑 而这方面香港也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这几年来 香港确实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不管是人民币的离岸中心 还有就是相关医疗方面 也在一带一路国家 香港都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近年来看到这个欧美 对中国的各种限制 使得一些欧美的企业 到中国来投资受限了 那之间中国的企业合作 也有一些忧虑 甚至跟中国企业的这个合作是说 不可以在中国里面设厂 或者说如果你要跟我们合作 就要去别的地方 中国的企业在过去这么多年来 也知道一带一路的发展 所以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 市场是在的 来看一下第134届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也就是广交会 参展企业28000多家 比上一届增加3000多家 我们要强调的是 当中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参展的企业占了60%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采购商 增长11.2% 从日本企业看起来 也为了分散在中国的风险 所以他们在北美和在东南亚的投资 而在东南亚投资方面 这个在东盟的五个主要国家 泰国 印尼 越南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在过去就是4到6月份看起来的话 增幅有10% 在中国的投资增长有7% 那么从日本的企业看起来 虽然他们要分散 但是他们还是要中国 继续开展业务的 他日经新闻谈的是 分散工厂的日本企业 大半还是在中国继续开展业务 有一定程度的投资增长 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投资效率是比较高的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来介绍 日本企业的对中国直接投资收益率 在2021年是15.1% 远远超过平均值的6.9% 也比泰国的10.4%和美国的4.2%要高 所以到中国来投资 可以说是事半功倍 这个日本贸易振兴会社这个统计非常有意思 就是在中国投资的收益率比平均值要高 比在其他地方也高 对日本人来说 他们从1990年代初期决定大规模投资到中国开始 就一直想分散对中国的投资的风险 所谓的中国加一的战略 中国加N的战略 其实最开始都是日本人搞出来的 其实弄来弄去 你发现中国还是最能够赚钱的地方 但是又回到咱们刚才说的话语权的问题 这个西方的媒体包括日本媒体 又把这个日本的企业对东南亚的投资 对什么美洲的投资又拿来说事了 这里边就是我们的话语权 西方经营了几十年 甚至说是二战以后就一直在经营这个东西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从日本本身而言 它很多企业是想在这里继续发展 但是由于这个话语权被锁定了 它就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一定要反过来 把这个故事讲好 比如说很简单的 这个拜登搞这个产业补贴政策 日本他去美洲那么多 就跟这个汽车的产业补贴政策有直接关系 因为日本的汽车企业在那边渗透得很好 他怕失去自己的市场 明明这个是违背WTO规则的 那么他就说这个是有吸引力 反而变成一个好事了 就坏事讲成好事了 中国这边明明是我们的电动车水平都上来了 现在超过日本的 但是就变成了他们口中话语权所描绘的 叫不公平竞争 说是因为你前期补贴上来的 那你这个补贴是不合理 导致了不公平竞争 所以从美国也好 从欧洲也好 又要对你的电动车来收反信销税 来收反补贴税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随着中国的工业实力整体的增长 不管他说什么事情 不管他做什么事情 就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在哪个位置 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通过一系列 像这样的峰会也好 广教会也好 通过大家来中国来做客 来实体看中国的发展 然后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好 谢谢欧辉 对于企业来说分散风险的方式 比如说可以去东南亚国家 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等 而对于个人来说 如果拥有资产 如何分散风险呢 比如说资产的配置 还有做财富管理 媒体报道了 在香港方面的金融机构 积极拓展的是高端的客户 像是中营今年前八个月 高端新客量按年升将近1.8倍 超越疫情之前的水平 比19年的同期增加将近八成 今年之内还会推家庭理财 涵盖子女教育等等 这些都是中高端人士 分散自己个人财富风险的方法 在今天的股市方面 A股跟港股都下跌 则是受到一巴冲突 紧张形势升温的影响 我们来谈的就是一带一路 共商共建共享 旅行全球发展倡议 这个一带一路到现在 开这个第三届的峰会 而且是实体的峰会 我想它其实经过十年 已经是接触了硕果 特别是经过在三年疫情期间 因为三年疫情期间 很多这个面对面的交流没有了 这个服务也没有了 但是一带一路的若干重大工程 还是在继续推进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 比如说中老铁路 还有亚万高铁 它受一点点影响 但是基本受的影响不大 在塞尔维亚那边 我们看到也有一些重大的工程完成 其实所有这个参加的国家 大部分都从过去这十年 一带一路建成的项目当中 受益巨大 还不是一般的受益 所以我们看到有两千多亿美元的投资 相当于这个额度 还有三千多个重点项目 大部分已经建成 这些项目 很多是这些国家 这些发展中国家 独立以来 1960年代50年代 独立以来 从来没有过的大型项目 所以很多国家 它为什么发展不起来 他们的这个发电系统 还是原来殖民时期的 铁路系统 公路系统还是那时候建的 好不容易建成一个 那就可以拿来吹嘘半天 但是你可以看 和一带一路相比 和一带一路相关的 这些项目相比 那个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 就是差别 不是一个数量级 两个数量级 可能是这个十个数量级的 这个差别 所以在当前的这个形势下边 就是回到咱们今天 整个这个新闻可以看到 外界是越来越乱 从欧洲 俄乌那边乱起 然后再到中东这个乱 下一步到底会乱成 什么样都不知道 那么多这个外商来到中国 广交会 那么多外国的政要 领导人来到北京 让他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这个中国和西方媒体里面描述 那个中国 完全不是一回事 让他们真正见识到中国的领导人 见识到中国的学者 专家 见识到中国的企业家 这个一带一路不就是沟通的吗 也见识到我们的好客 其实在今年 无论是成都的大运会 还是杭州的亚运会 那些运动员们都来见识 但运动员们 它更重要还是比赛 而且他不能出去的 尤其运动员是不能出去吃饭的 因为你比赛前出去吃的那个东西 他有技术怎么办 他是严格要吃那个 亚运村里面那些食品 大运村里面的食品 但是他比赛完之后 他可以出去放松一些 但是这个客商们 他就不一样了 他就是要来实地来考察 中国的竞技和社会发展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展现一个好客的姿态 同时要和他们进行 一个全方位的互动 告诉他们 就是中国比以前 疫情前那个中国 其实现在是更好的 更加欢迎他们来 谢谢文辉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